一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 八点出门去上班 公司离我家有点远 我不坐地铁 我每天开车去上班 从我家到公司 开车要四十多分钟 他每天怎么去上班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 八点出门去上班 公司离我家有点远 我不坐地铁 我每天开车去上班 从我家到公司 开车要四十多分钟 他每天怎么去上班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 八点出门去上班 公司离我家有点远 我不坐地铁 我每天开车去上班 从我家到公司 开车要四十多分钟 他每天怎么去上班 二 现在十七点半 我正在帮妈妈准备晚饭 爸爸不在家 家里没有鸡蛋了 他出去买鸡蛋了 爸爸现在十七点半 我正在帮妈妈准备晚饭 爸爸不在家 家里没有鸡蛋了 他出去买鸡蛋了 爸爸现在在哪 我正在帮妈妈准备晚饭 爸爸不在家 家里没有鸡蛋了 他出去买鸡蛋了 爸爸现在在哪 三 他是我丈夫 我们和他爸妈住在一起 我们结婚五年多了 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们家还有一只猫和一只狗 他家有几口人 他是我丈夫 我们和他爸妈住在一起 我们结婚五年多了 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们家还有一只猫和一只狗 他家有几口人 他是我丈夫 我们和他爸妈住在一起 我们结婚五年多了 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们家还有一只猫和一只狗 他家有几口人 四 你好王小 我叫张力 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是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告诉我 我会帮助你的 对话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好王小 我叫张力 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是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告诉我 我会帮助你 我会帮助你的 对话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好王小 我叫张力 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是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告诉我 我会帮助你的 对话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五 今天我没去学校上课 因为我生病了 下午我吃了药 吃完药睡了两个多小时 晚上起床后 我觉得好多了 他现在可能在哪儿 今天我没去学校上课 今天我没去学校上课 因为我生病了 下午我吃了药 吃完药睡了两个多小时 晚上起床后 我觉得好多了 他现在可能在哪儿 今天我没去学校上课 因为我生病了 下午我吃了药 吃完药睡了两个多小时 晚上起床后 我觉得好多了 他现在可能在哪儿 六 还有一个星期 就是我妈妈的生日了 昨天我和爸爸去商店 给妈妈买了礼物 爸爸给妈妈买了一块红色的手表 红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红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我给妈妈买了一本书 他们没买哪件礼物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我妈妈的生日了 昨天我和爸爸去商店 给妈妈买了礼物 爸爸给妈妈买了一块红色的手表 红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我给妈妈买了一本书 他们没买哪件礼物 7 这是我的家 我家有三个房间 左边的是我的房间 右边的是我哥哥的房间 最大的那个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 右边的房间是谁的 这是我的家 我家有三个房间 左边的是我哥哥的房间 左边的是我哥哥的房间 最大的那个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 右边的房间是谁的 这是我的家 我家有三个房间 左边的是我的房间 右边的是我哥哥的房间 最大的那个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 右边的是谁的 右边的房间是谁的 8 我的爱好是运动 我最喜欢游泳和踢足球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所以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游过泳了 也很久没踢过足球了 下班后 我每天晚上在家跑步半小时 他最常做什么运动 我的爱好是运动 我最喜欢游泳和踢足球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所以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游过泳了 也很久没踢过足球了 下班后 我每天晚上在家跑步半小时 他最常做什么运动 我的爱好是运动 我最喜欢游泳和踢足球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所以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游过泳了 也很久没踢过足球了 下班后 我每天晚上在家跑步半小时 他最常做什么运动 9 明天上午 我要和同事去北京 从这坐飞机到北京 要两个多小时 我们明天中午到北京 到宾馆后 我给你打电话 中午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他明天可能几点到北京 他明天可能几点到北京 明天上午 我要和同事去北京 从这坐飞机到北京 要两个多小时 我们明天中午到北京 到宾馆后 我给你打电话 中午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他明天可能几点到北京 他明天可能几点到北京 明天上午 我要和同事去北京 从这坐飞机到北京 要两个多小时 我们明天中午到北京 到宾馆后 我给你打电话 中午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他明天可能几点到北京 十 我很喜欢喝咖啡 我每天起床后 都要喝一杯黑咖啡 我的丈夫不爱喝咖啡 她更喜欢喝茶 她午饭后 喜欢喝一杯红茶 她丈夫喜欢喝咖啡 我每天起床后 都要喝一杯黑咖啡 我每天起床后 我的丈夫不爱喝咖啡 她更喜欢喝茶 她午饭后 喜欢喝一杯红茶 她丈夫喜欢喝什么 我很喜欢喝咖啡 我每天起床后 都要喝一杯黑咖啡 我的丈夫不爱喝咖啡 她更喜欢喝茶 她午饭后 喜欢喝一杯红茶 她丈夫喜欢喝什么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可以找到额外学习资料的链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